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N厨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煮一道简单又美味的食物 那就是干贝蒸鸡蛋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干贝 大概10-15粒 然后鸡蛋3颗 今天用的是干棒蛋 这个干贝的部分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 然后放一碗水浸泡 最少也要浸泡3-4个小时 把鸡蛋打入碗中 然后加入三分之一茶匙的盐 这个干贝的水 然后再把这个刚才已经浸泡好的干贝 把它按碎 把剩下的水也倒进去 轻轻的搅拌一下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扣在这个盘上面 防止它起泡泡 然后会有一个光滑的表面 然后会有一个光滑的表面 把锅盖盖上 可以出锅咯 好,我们调味一下 倒入1汤匙的酱油 1小匙 然后少许的麻油 最后再撒上葱花 这样就完成了 连续器 精碎 4日 0辈子 2 3 3 3 7 4 4 5 10 3